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不倒涌》频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16日第695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梅故惨痛股价》 我们在第694集的时候就说 好友反攻的力量非常强大 香港的恒生指数不断向上升,升到18000点 但如果跟高峰比的话,其实18000点都是跌穿了20000点 也不算是特别好,只不过在绝地反弹的时候 人们就觉得很有希望 当然,如果恒生指数向上弹的话 股价当然会升得很漂亮 其中一间就是碧桂园 这只简直是神奇古,也是神仙古 今天终于有些消息公布了出来 是关于碧桂园的 话说碧桂园在两天前决定要配股 要公股集资,发行新股 这次发行新股每股作价是$2.68 其实就较收市价$3.26 折让了大概18%左右 希望集资不够39亿 当然,39亿对碧桂园来说 如果它负债这么高的话 其实是没什么作为的 但始终多39亿在自己的户口里 肯定是乱很多了 今次拿回来的钱 希望用在境外的债权方面 即是要还债 或者作为一般营运的资金 但我计算过一条数 为什么它会是$2.68 配出去呢? 就因为要大概有$6 即是50% 配售给股票的人 是想着可以有得赚的 当然啦 它能否赚得尽这50%呢? 那就看看它有没有能力 是尽快散货了 因为这个配股呢 其实不知道是说 配了给它之后呢 它是要留一段时间才可以卖出去 还是它立即拿到股票 就立即可以散货出去呢? 不过呢,看怕呢 这个金额大概是$8亿元左右 就是当一个筹金啦 但是这$8亿元 是不是全部可以代入袋呢? 我相信就不是啦 除了这个碧桂园呢 是会配股集资之外呢 另一家雅居乐呢 今天也都同样做同一样东西 那它呢 就直接是用这个叫做 先救后生的方法 就是它很等钱使喔 要那些现有的股东呢 立即拿些股票出来呢 是给它拿来做配股先 那时迟些呢 才发行新股呢 才还回给现有的股东 那只是发行多 大概是$2.9500万股啦 那每股呢 刚巧都是$2.68 跟这个碧桂园的价钱一模一样喔 但是呢 融资的金额 或者集资的金额呢 就不是很多而已 大概是$7.83亿元左右啦 那 那 雅居乐呢 在收市 上日的收市呢 大概是$3.26 那其实呢 你看到那个情况呢 是有点古怪的 就是咦 那么多间公司 见到股价炒高呢 就来配股集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这个反弹呢 似乎就蒙上阴影啦 那今天呢 我们会再讲多些的 那我们今天会讲些什么呢 就是 就是说 大家看到这些股价向上升啊 有没有想想 将来这些股价会不会再跌回来呢 那 希望你们呢 现在呢 就按一按按键 给个like我 那我就可以继续讲下去了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我也希望你同一时间呢 就订阅了 那就最好了 那因为呢 我们常常都知道 股价向上升呢 就忘记了 它究竟之前的低位在哪里 因为这些股票呢 升得上来 就可能跌得回来的 所以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记得它的低位在哪里 下次这些股票再跌回来的时候呢 那你就知道 你到底应不应该呢 再行动一次去买它了 原因就是 因为今次的反弹是很厉害的嘛 那如果那些人全部都是低位买到的话呢 哇 他们现在呢 真是胖到连物都穿不下 所以大家呢 要看一看 过往这些股票 他们的最低的股价是去到哪个水平了 发行股票呢 就肯定是好过发行债券的了 因为债券呢 你怎么都要给一些利息的支出 或者是给一些利息给别人 别人才肯落财的嘛 那你发行股票的话呢 其实就没有成本的 因为如果你公司业绩不好的话 那你集公股集资 但是不一定要派息的嘛 所以基本上呢 是零成本那样的 所以 所以 多大都是这么说的 发行股票呢 一定是好过债券 那这里呢 有些资料呢 可以告诉大家呢 在这个2021年至2022年 截至到今天为止的话呢 就有这么多间内房股呢 那他们曾经呢 是集资过的 那集资最过分的那个呢 就应该就是这个叫做 融创中国1918了 那它分别呢 在这个2021年的11月 和这个2022年的1月 那就是时间呢 其实两个月左右而已 那连续两次呢 就是配股集资呢 就是接近100亿元的了 那这家公司呢 真的实在衰到没有人有的了 那另一家呢 就是今次的主角 就是这个碧桂园 那它分别呢 就是今年的7月 和今年的11月15日 那就是昨天 那呢 就两次的集资加加盲买呢 都超过六十几亿的了 那当然 六十几亿对它的债目的比例来说呢 真是涉牙了 都不够的 但是 都是那句咯 有钱在袋呢 就总好过没有钱在袋的 那这里呢 就有一个 恒生指数的指数的波动 那这些这样的内房股 他们公股集资的时间呢 就是大概在这一段时间啦 就是说呢 无论那个恒生指数是高到两万五千几点 或者跌到下去呢 两万点留下呢 他们都在等前世的 所以他们呢 无时无刻呢 都是希望呢 去公股集资多些的 那你都知道啦 如果真的下了答 帮手公股集资那些呢 其实都是限定一举一举的 因为呢 每次公股完之后呢 股价都是不断地向下跌的 那你说咯 不是哦 比贵然这段就升上来咯 那你就看它熬得多久咯 它可能熬过一段时间 又不行的话呢 自然又会跌下去咯 这些神仙股 都是小店为佳 今天我们的恒生指数呢 就不是跌很多咯 收市的时候呢 都是大概跌了86点啦 那它的成交金颜呢 就高达1732亿元 那去回一个呢 比较正常点的水平 那连续几天呢 那个成交金额都是偏高的 那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呢 要追回之前那些呢 一天只有五六八亿的成交金额呢 实在太低迷了嘛 好了 那么恒生指数 将来会不会再继续升上去呢 那就不得而知 不过有些股票呢 其实如果要投资的话呢 都要看它的股价去到哪里了 那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呢 讲回一些的股票 那么其中一只呢 就想讲这只一毫仔啦 那它现在的股价在做44.2啦 其实这一间公司真的 我都不知怎样去说 那么现在都只有44元左右而已 其实呢 如果你想投资在这间公司身上的话 当然要找个最低位啦 那其实它最近的最低位呢 就是要回去呢 就大概一个月前 就是10月23日啦 当时呢 它的股价曾经一度呢 是跌穿了这个40元 那如果呢 你那时候够胆在40元楼下 捞这批货的话呢 那现在升到上去44.2的话 其实你都收到一成有多的啦 那在短短都是一个月左右的事情而已 那你说回报率吸不吸引 应该就相当吸引的 所以大家都要记住啦 好了 第二间公司要讲的呢 就是汇丰啦 那汇丰呢 这间呢 我经常都看着它 我现在都在想着 如果它再一次跌穿了这个40元 譬如可以跌到到38元这个边缘的话呢 那我就会试下拿得住 因为呢我看过它的那幅图呢 真的跌穿40元的机会呢 是甚少的 如果真的跌穿的话呢 应该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反弹的 那其实呢 如果要数回呢 大概两年前啦 那汇丰呢 那汇丰呢 一度呢是跌到下去呢 只有28个多 那有没有人骂呢 我当然是不敢骂啦 但是我有一批朋友呢 他真的在这个28个多 30元左右呢 是骂过一批的 所以他们现在呢 都不会怎么输到去哪 但是当然 如果计算他之前那些高价买入那些呢 顿回云的话 他们可能现在都还要输钱的 问题就是 这个汇丰为什么要骂他呢 因为他迟些的派息方面呢 可能会帅哥很多呢 那可以希望呢 令到股价再升上去啦 那另一家呢 就是阿四叔的 这个是恒基地产了 那他现在呢 都是一般的而已 只有20多元 其实呢 一直都是觉得他跌得比较过分一点的啦 但是你说他 最低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同一个时间 就是今年的10月23日 那当时呢 也都是曾经一度呢 是跌穿了20元这个水平的 那你说这间公司 凄不凄凉呢 其实他现在呢 那个市盈率都是大概8.7倍左右 而且每股的资产净值呢 是接近70元的喔 但是现在呢 大便卖20多元就买到了 不过 现在来说大概24元的话 值不值得去拥有呢 那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这牌子 升得太厉害的话 我相信应该有回调的 那何必现在去买呢 还定都是啦 不是等久了 反正 恒基这间公司呢 最近都好像奶奶的东西 因为他在中环呢 买了两块这么贵重的地的话呢 他现在要去消化了它 要去解决了它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所以大家呢 存好些钱 放在手上 看到对的价钱 到时才去买 到备止啦 我经常都说的 香港的四大天王股 这四只啦 包括了这个美团 现在呢 就在做这个162.3 其实呢 它是没有盈利啦 如果你说它现在 抵不抵买呢 我经常都觉得 这一间公司呢 根本就是一间垃圾公司来的 那它当然是不抵买啦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投资在他身上 你说 不是喔 最近反弹得很帅啊 其实呢 它低处还没算低的 它最低的时候呢 数回两年前左右啦 就是这个2020年的3月15日 其实当时呢 股价一度跌到去呢 是70元的边缘 所以现在162元呢 其实都是相当之高下的 好了 那么另一间呢 就是阿里巴巴啦 这间公司呢 你说它有实力 应该是有实力的 起码它也算是赚到钱啦 那么它的市盈率呢 22倍就不算是低的 只不过呢 现在就78.8 其实你知不知道呢 其实它最近 在这个10月23日的时候呢 它的股价一度呢 是跌到去60元边缘 差一点呢 差一点就连60元都穿埋了 不过后来呢 强劲反弹 一升呢 就升了三成多 你也不是说不厉害呀 但是 如果你是真的想 看着阿里巴巴来买的话呢 现在78.4元 我觉得呢 可以再等一等啦 原因就是 它就来公布业绩了嘛 那么这个业绩出来的话 好的 那就没事而已 不好的话 那么它转回去 又有多出奇呢 何况 那个大股东 一向都想沽货的啦 那又何必 在这个时候去买呢 那接着呢 就是这个港交所 港交所呢 这段时间当然是开心啦 对不对 无论这个恒生指数 升还是跌 最重要是什么 成交金额够大嘛 那么它呢 硬下硬下呢 也都硬上去300元以上 所以这只呢 我都说 堪称是香港股王呢 都应该不会坐到哪里了 它的股价最低位的时候呢 是跌到下去206元的 当时呢 就是两年前 2020年的3月15日 那你说 喂 会不会再一次跌到那么低啊 那 不要说跌到那么低啊 但是你说如果跌到下去250元啊 甚至再更加低一点的水平的话 我觉得是相当之有机会的 除非打后的日子 每天都会有千多二千亿的成交金额 否则的话呢 它今年呢 根本就追不回 那如果追不回的话 那它的股价又会好多在哪呢 何况我肯定它今年呢 应该业绩一定倒退的了 所以大家呢 慢慢看 看完才买都没迟 好了 接着呢 就是腾讯 今天腾讯升得最帅仔的 那为什么会升得这么帅仔呢 那首先呢 我要说了它 其实它在2022年的10月23日呢 最低的时候呢 是跌穿了200元 只是报198元而已 那但是现在呢 都贴近300元边缘啊 那所以它的反弹力呢 相当之劲的 那今天呢 有一些消息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呢 在未来这几天里面 会不会反映在它的股价身上呢 首先就是腾讯首三季的盈利呢 就是跌了的 那么跌了呢 就大概是37%左右啦 如果用非国际财务的标准来计的话呢 就跌了大概13% 总之就两个计法都是跌的啦 那么另一方面呢 腾讯终于忍不住了 他就说呢 呃 希望呢 发行这个 就是派发这个特别中期股息 就是每10股持有这个 这个腾讯的股东呢 就可以派到一股的这个美团 那就是摆明呢 就是散货的 因为很可能之前呢 就是 可能在中国那边呢 就不让他将这个美团卖出去啦 那么他现在呢 就谷鬼气呢 就索性用这个方法呢 就派出去啦 那么如果派了出去之后呢 其实呢 最可怕的就应该是美团啦 因为你想想 如果你是腾讯的股东 你突然间 失机无神收到一些 散烧烧的美团的股份 那么那些股份又不够一手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么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不断在市场沽货套远回钱啦 反正都是当特别股息而已嘛 那么如果收到的话呢 沽出去的话 很快就这个美团的股价呢 就应该会跌到1.6%的啦 如果你不信的话 看完它派发之后呢 看看美团的股价 你们就会知道的啦 这里呢 有几只高息股呢 就是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的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啦 首先第一只 都是我外股之一来的 就是这个中国银行3988 那么它最近的股价呢 都好些了 去到这个2.66 那么其实呢 如果说最低位的时候呢 要数回去大概两年前啦 那当时呢 它的股价呢 一度跌到下去呢 就是2.39 那么你说 很难会跌到下去 这样的水平的 有道理 未必可以跌到下去这个水平 但是你说跌到2.5 会不会有呢 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它现在呢 那个股息呢 就超过10厘 那么如果再跌低一点的话 如果你信得过 中国的金融系统 或者是银行系统 是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你就投资在这间公司身上咯 10%回报率咯 去哪里找呢 那么第二间呢 就是这个中国移动啦 都是高息股啦 那么其实它现在的派息比率呢 还没提升的 可以再提升得多些的 所以它现在的回报率是8.2%呢 相信将来呢 应该会超过9%的啦 所以都是属于一个高息股啦 那它曾经最低位的时候呢 就要倒数回到2021年的1月3日 就是这个年初的时候啦 那么呢 当时呢 它的股价一度跌穿40元的 那么现在呢 都是49.5而已 所以这一间公司 如果可以再等下的话 那当然越便宜越好啦 反正这一间公司 我觉得呢 远远比这个中国银行呢 都是要稳定的 因为电信股是必需品来的嘛 另一个呢 就是这个建策银行啦 那么它的回报率呢 现在都接近呢 是9.7%那么厉害喔 那么最近股价是4.6% 其实如果你数回它低位的时候呢 大概都是在这个 今年的10月底了啦 当时股价一度呢 是跌到下去呢 4.1% 那么如果你那时候捞到的话呢 现在呢 都赚到大概10%的回报率 不过如果你说 我等收息的话呢 那当然等它再低一点的时候 其实现在都抵的啦 不过如果它再低的 那当然低一点好了 所以现在呢 给了这些资讯给你呢 等你记住啊 它的低位在哪里 那么下次呢 如果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低位的话呢 那你就不妨呢 看看会不会投资啦 那另一个呢 就是香港的股票 就是这个 人人一说到 都想哭打哭杀的这个 电影啦 8号仔啦 那么这个8号仔呢 近期的股价呢 也都是非常之低的 那么现在都是报价3.3而已 其实呢 它最低迷的时候呢 就要数回去呢 就是这个 2021年的10月30日啦 那当时它的股价呢 就跌穿了这个 3元的 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水平呢 其实它回报率 有11%以上的喔 那我就不知道 这一间公司可以顶得多久啦 只不过呢 我看到它的业务呢 应该就不会差得去哪里的 我希望没有猜错 如果它可以再低一点股价呢 我不排除呢 再买一两万股呢 那么呢 就希望呢 有这么高息实不来喔 我都想拨拨拨 看看是不是可以 印证到这一样东西 其实这一间8号仔的股票呢 我已经拥有在手上的了 不过 见到的股价 如果再低一点的话呢 那我再买多一点点 顿回云的话呢 那理论上的回报率 应该会几好喔 尽管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先 我们的香港啦 和内地的情况呢 经济情况 到底会好还是坏呢 那么这里呢 有点小小的指数呢 或者一个启示录呢 可以告诉大家的 那例如这个光棍节啦 那过往呢 就是这个阿里巴巴 和这个京东呢 都会公布呢 就是啊 他们在这个双十一呢 他们做成什么呢 这些生意的那样 但是今年呢 就很奇怪呢 就是齐齐都不披露 那不披露的话呢 那被人的印象就是 喂 你当然很不行啦 那当然他没有说 他自己不行啦 他说跟上年差不多啦 没什么增长啊 那为什么 如果没有什么增长 都可以公布下个数字的嘛 那他不公布的话呢 似乎肯定有些隐忧的啦 那这个呢 是一个不利的消息来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我们香港的情况啦 那我们香港的地产市道呢 真是一般的好的而已 那过往在尖沙咀的自由行呢 就是在这个广东道啦 以前的铺铛呢 是非常之值钱的 譬如有一个铺铛 现在呢就租了给这个 南洋商业银行啦 那每个月的月租呢 只是72万而已 但是你要记住喔 当年如果数回去 当年的话 就是去回2014年的话 那时候呢 就租给这些化妆品公司 譬如这个卓月啦 沙沙那样 曾经一度呢 卓月呢 是用330万元一个月的租金呢 是抢这个铺铛回来的 那你说呢 当时多厉害呢 但是现在不行啦 现在这个最新的月租的费用呢 跟高峰期比较呢 就跌了78% 但是如果你走出尖沙咀啊 佐敦啊 油麻地你看看 那里还有很多铺位 只会越来越多的 所以我们的香港经济 如果不好的话 慢慢反映回 这个股票市场方面的话 那你说 大家应不应该乐观去看 这个香港的股票市场呢? 有一段比较有趣的新闻呢 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话说呢 原来这个巴黎呢 就已经取代了伦敦 成为欧洲最大的股票市场 那它现在那个 法国的股票市场 总值呢 就是超过这个28,000亿美元 那便轻轻呢 就多过英国 少少那么多了 那英国呢 自从呢 是脱欧之后呢 那它那个股市的市值呢 就一直跌下去 那其实看上去 原来欧洲最大的市场 原来是巴黎 但是呢 美国最大的那只公司呢 就是这个苹果啦 它的市值呢 都有成23,000亿 或者24,000亿 那样 就是一家苹果呢 顶得住整个国家 那么厉害的 那你可想而知 美国这个股市市场 是多么大的呢? 那今天也有另一段新闻呢 就讲到这个长江基建的 因为呢 有消息呢 就讲了出来 就说摩根大通呢 就看好这个 基建的公司啦 因为他们的回报率呢 现在已经达到7%了 那比这个国债10年期呢 就高出了3厘 那比历史上呢 也都高出了2厘 那么多 那所以如果是情况稳定了 下来的话呢 那比如好像长江基建 那样在英国 因为他们那些回报率 是跟着通胀的嘛 所以将来的回报率呢 应该会是高很多的 那换句话来说呢 应该就是有运行和 那当然希望是这样啦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特首呢 也都在说了 就说 喂,我们要在全世界 抢一些人才回来啊 我们香港抢人才呢 真是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 那我不知道他抢不抢到啦 那他现在就说 在香港呢 我们会先照顾好香港人先 然后呢 就不断开放 去吸引一些人才啦 那么 未来呢 中国呢 是会是世界的经济 最大的引擎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啦 那但是他说 有建地的人都懂得 搬来香港住啦 那这句话呢 我不知道对不对 不过呢 才然呢 刚刚才呼吁过呢 就叫了香港人 喂喂 喂,你们不要走去啊 留在香港消费啊 但是你记住喔 出得去消费那些呢 全部都有过钱的 那么他们回来香港 他们都会消费的 只不过是基本消费而已嘛 但是那些比较奢侈的消费呢 他们应该不会留在香港啦 香港有什么给他们玩呢 所以他们呢 不断都是带钱出去外面消费的 那我们香港呢 只能够是慢慢慢慢的衰退 那我不知道这样说 会不会令到很多人都很灰呢 那这一集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 多谢各位的光顺啦 大家都知道呢 芯片对所有公司来说 或者对我们所有的未来的人来说呢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么今天呢 我也都写了另一篇新的文章啦 那么主人翁呢 就是这个Intel 因为Intel呢 都是其中一间呢 是生产这个芯片的 最主要的企业之一来的 但是它的股价浮浮沉沉 它的未来呢 也都不是说那么明朗 所以呢 我就写一篇文章出来呢 就跟大家讨论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进来这一条link 那你卡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免费看到的啦 那么希望你们呢 看完之后 如果看到前后左右附近 有些广告的话呢 就肯请你们呢 帮我按一按 那就可以了 希望各位呢 看完这一篇文章之后呢 对这个Intel 认识会多些 那么到时 下去投注的时候呢 或者下去投资的时候呢 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啦 多谢各位